好了,你現在聽的是神網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忙點讚、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 網上編輯部、正向部、浪費冷氣和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也可以訂閱 還有就是直播節目和節錄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分享出去 現在講講另外一宗國際消息 這宗國際消息很好笑的 我看到,我是不相信在美國會發生這件事 在美國 有人以為他中了綠合彩 他以為他中了POWERBO 他以為自己中了 因為在網上對飛的時候他中了 他在2023年1月的時候 看到強力求POWERBO中獎號碼 跟他一張彩票一樣 怎樣啊?中了 然後 這個在華盛頓特區住的哥哥 他當然是去對飛 那麼他去對飛 然後呢 就說 咦?不是啊 你那張飛沒有中了 就是 丟了一個垃圾桶那裡 結果呢 當然 這個以為自己中了獎的人 他當然是找律師告 告這個 彩票公司 那他為什麼 告這個彩票公司呢? 其實究竟是怎樣出錯呢? 這件事其實也很好笑 他要求的賠償額 他找了律師叫他 就是中獎的金額 再加上他每天可以賺的利息 算起來就是 3億4千萬美金 現在的數目是 是怎樣出錯呢? 其實 在法庭文件那裡看到的 就是2023年1月6日 亦都是這個 買了 以為中了的票 但是沒有中的 男人 他叫John Cheeks 他 他 很搞笑的 他 1月6日買了票 然後 之後 有一些人 就在 POWERBALL的網站上 做一些測試 那 那 一早跟 他 那個 買了 綠合彩票的人 一樣 中了獎的號碼 以為是中了獎的號碼 就放在 那個 綠合彩發佈結果的網站那裡 那個號碼就在 網上保留了3天 直到1月9日 直到1月9日 那 這個 就是 那個 綠合彩公司 叫做Touty 他的 員工就說 在網絡上面 放上去的中獎號碼 和實際餃豬開出來的號碼 是不對的 這個Touty就是 就是 在華盛頓特區的 綠合彩營運商 Powerball and Lottery Contractor 他就是叫Touty Enterprises 那現在當然是被人告的了 現在 這件事 其實 現在這個John Cheeks 如果沒有記錯是John Cheeks 他就告 這個 這個 綠合彩公司 就 違反合約疏忽 造成精神困擾和欺詐 那 其實 其實 是不是 彩票公司 有重大過失呢 其實 看上來 是的 現在 現在 他的律師 就叫 Richard Evans 或者叫Richard Evans 視乎你的讀音 有人讀Evans 有人讀Evans 那 他 就說 因為 在網上 那個號碼 跟張飛是一樣的 他公佈結果的網站 跟張飛是一樣的 他應該是可以獲得全部的頭獎 如果不是的話 這個 John Cheeks 都應該有權 因為 這個彩票公司發佈錯誤的 彩票號碼 的重大過失 就應該獲得賠償 這件事 就不是單單是網站上的數字 現在這宗訴訟 這個是那個律師說的 是 質疑 這個 彩票營運商的誠訊 以及 問責的關鍵問題 那 咦 BB4說真的打擊很大 的的就說殺人也像 如果 告訴你你中了六合彩 你中了三億 然後 原來告訴你沒有中的 那些網站明明 那裡寫著你中了 然後你沒有中 你真是火到來的 這個 其實他告其實也很正常 我的看法就是 那 那 當然 究竟 這些 六合彩的營運 是不是這麼兒戲呢 可以隨便把一些 沒有中的號碼放上去 當作是結果 其實 真的不行的 這些 這些是應該檢查完 檢查完 檢查完再檢查 才放上去的 為什麼 一早有問題的 就是六合彩結果 是放了上去 一個 他們營運的網站 那裡放了三天 這些真的太離譜了 那 這件事 其實 在美國那裡 就是 下個星期就會再 上法庭 那 究竟之後會怎樣 不知道 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他是有可能 告得入的 因為 這個Towt Enterprise 他真的沒有 做好他應該做的事情 尤其是這一類型的錯誤 他真的太大問題 而且 他們在網上 有宣傳一件事 就是說 你中了 這個六合彩之後 他不是叫六合彩 他叫做強力球 你中了之後 你就會獲得 巨額利潤 以及改變你的生活 那 這個 John Cheeks 他說 他很有希望 他說 司法系統 就會判他獲勝 他說 彩票的獎金 就會改變他 和他家人的生活 那 他如果 獲勝的話 他就會拿錢 去開一間 家庭信託銀行 他說 叫Home Trust Bank 就是幫助那些 要供樓的人 這樣 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 其實是不是很難中 其實這個六合彩 這個 拋球是很難中的 是2億9,220萬分之一 在美國 你比雷劈中 比雷劈中容易過中六合彩 就是中拋球 比雷劈中容易過中拋球 美國 比雷劈中的機率 就是 一百二十二萬分之一 你要中這個 是極難的 但是 上年 十月的時候 有個加州的人 中了 十七億六千萬 的 這就是十七億六千萬 但是 當然 你要中其實是很難的 那 不過這個不是最厲害的 最厲害的時候 在疫情期間 在2022年的11月 這個Power Ball 就試過是二十億 是二十億四千萬 也是在加州中的 加州的人可能是 風水好一點的 那 Johnson 司徒就說 測試就放在六個零上去算 那 其實 理論上 測試也不應該被其他人看到 尤其是跟 這些 跟錢銀有關的 結果有關的 你沒理由 這麼九流流吃地球 即是你美國 原來是這麼九流流吃地球的 哈哈哈哈 那 Sam 崔說 如果真的中了 看了網站 以為不中 掉了一張票 那就可憐 是要檢查清楚的 如果 中了六合彩的話 是要檢查清楚的 哈哈哈哈 不能隨便掉了一張票 哈哈哈哈 那 2月23日就會第一次上庭 我當然會密切關注這件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 我也想看看 究竟美國 會怎麼判呢 即是如果出現了這些事情 他 當然 營運 這個 彩票的公司 他一定可以 給出一些理由 出來的 為什麼真的錯 而且他一定是有搞豬的視頻 就是 那時候搞豬的結果是怎樣 不過 就放了錯的號碼上去 但是 他們究竟 就是 之後會不會判 要賠一點錢給那個員工 可能也會賠一點 不過 不會賠夠這麼多億給他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那麼 Freder Wong說 測試號碼都中 這個人是有魂 應該會勝數 其實 我又覺得很難 不過 大家再留意 再有消息 我再跟大家說 2月23日他會第一次上庭 李蘇姨Betty 他就說 今天早上很開心 收聽到很多自己 不地除的開心消息 有重口味女色狼 有毛癡前高官 和現任垃圾局議員 也有 態度惡劣的 老肥猜骨 笑到肚痛 哈哈 不知道了 風起發財 他就問了一個問題 香港中六合彩的概率 是多少呢? 香港 現在中頭獎的機率 就是13983816分之一 這個是 根據馬會說的 那 其實 在香港中六合彩 如果你要中安慰獎 那些 總之隨便拿獎 其實不是很難的 因為是五十四分之一的機會 就是 在 全部 可以中獎的機率來說 你買了一張六合彩票 你買了一張一條的六合彩票 中獎的機率就是 五十四分之一 但是 好像 現在馬會好像最少都要買兩條 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 如果你在手機APP 你可以買一條 那麼 一條的中獎機率 不是中頭獎 就是中什麼獎都計算 就是 不知道是七獎還是安慰獎 還是什麼 是 五十四分之一 就是 這個就是這樣的 因為七獎 其實你中三個字就可以了 你中七獎的話 其實那個機率就是六十一分之一 但是 你還要計算其他的獎 你 有可能中頭獎至七獎 是哪一個獎 隨便中一個獎的 總機率就是五十四分之一 就是這樣 算了 講到這裡 休息一會 回來講其他話題 音樂 音樂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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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